荆棘之上仰望的人会看透风尘 在这善恶彼腹的城 我与你共存 那一束光头着鸿蒙指令我穿越悲伤 那一次的遇见命中不定是你 欲望将心抹去冷脚 嘲笑问情存不声长 我偏要坐着夜或少 不尽容量 怕爱未扬 站在巨浪的重新风势 我思想与世催马换起的烈场 抬头遥望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眼前的火炬在祭荡 天越来越黑 路越来越长 我知道人行不能飘荒 不敢乱世未亡 比只雪兔狼 才有失望 我们一路跟过来 怎么会找不到啊 待会行动的时候要小心些 不至于吧 大考已经结束了 三年一次的大考 因为他在 还不到半年就只剩下我们三个人 这样的人 你敢将后背留给他吗 这么多年喊我过来 可别功亏一篑 这个叫楚桥的女人 必须死在我的手上 看看这些新风势 行 行 有毒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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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公子 魏公子 人抓到了吗 公子又没有见到他 你怎么能够确定 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女亲犯的 放心吧 这天底下 唯一能让宇文月心甘情愿维护的 恐怕只有那个女人 她是反贼燕巡的人 而梁绍卿又是咸阳商会的人 会不会是她的人劫走了梁绍卿呢 很有可能 这个女贼如此凶悍 恐怕捉拿起来有些棘手啊 你别慌啊 一切都包在我的身上 你只需要配合我 设置关卡拦截便是 至于那个女人 她现在身边没什么援手 我唯一要做的 就是在咸阳干掉的 那我 宇文月为了公主只能得罪了 这个女人 必须得死 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有阿楚的下落 你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办事 殿下息怒 手下已经督促下面的人去找了 相信很快就能找到 иб是的 真可疑 你别在哪里 tens了 你 BB 赶紧他 择日不如撞日 那就今晚吧 今晚 您名下不是有一座朝夕楼吗 里面山珍海外应有尽有 我们来这一趟 还没过去好好享受享受呢 好 我去安排 下去吧吧 诺 诺 来来来 来来来 不管封面说什么 我就一句话 交了今年的税金 我就举家难迁 也算全了 这份主仆之情吧 对 说得有道理啊 是啊 欧阳兄 你也说几句吧 说实在的 过了几年太平日子 我有妻儿 锐气也是 也不愿意再过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了 但是 我所有的家业 都是吴先生和燕北给的 所以 只要是世子能放我走 让我和妻儿过太平日子 我愿意把所有的身家都交上去 欧阳兄 你好大的姿态呀 宋四爷 你是要假的 去哪儿 兴四爷好大的架势 不但姗姗来迟 还带来几个不相干的人 看来 最近封四爷的生意兴隆 已经不用我们扶持了 当然 也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这位是徐先生吗 九阳 在下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 没人对你的身份感兴趣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既然是陪着封四爷来的 就待在一边 闭上你的嘴 用耳朵听着 徐先生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让您知道一下我是谁 因为 因为从今往后 你们必须要记住我的名字 徐先生 打断别人说话是非常不礼貌的 我说 我记得 他就不礼貌 不礼貌 我去 我去 你去 你去 我去 你去 我去 你去 坐下来了 凤四爷 这 这位是 我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程渊 燕北人士 如今在世子帐下效命 那准确地说是燕北王 现在殿下已经返出大尾 不再受长安的节制 具体以后是称王还是称帝 全看殿下的心情啊 你们不会是因为燕北王没有亲自光临 而不满意吧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这个燕北路途遥远 齐个劳驾燕北王亲自来到咸阳啊 是 是 是 您当然不希望他们 您已经变卖了田产防射 这位称帝王亲自来到大梁 如果他来了 你岂不是要好梦成空啊 如今燕北和大魏即将开战 你们却要在此时抽转福财 程 程大人 不不不 程将军 我们商会 可一直都是燕北的后盾哪 尤其这三年来 吴先生和欧阳兄弟 为了配合世子返出长安 让商会明里暗里 献了不少银子呀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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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商会确实为燕北抽禁了军费良小 又在世子幽禁的长安期间 帮助了燕北残部的存活 不过 在此期间 商会也打着世子的名义 名正言顺地收拢了燕北的财政赋税 同时还打通了玉门关和西戎各部落的通商 拒练了大量的钱财 这笔账呢 又该如何算呢 真正正 如今燕北百废待兴 更和大魏决战在即 在座的诸位 却要在这个时候拿咱一把 不觉得在良性上会不完吗 嗯 我从刘夕刘远温那儿得到了一个东西 上面清楚地记载了 你们与燕北的所有财务王牌 每一笔都有你们自己的亲自画像 记载得清清楚楚 如果公布出去 恐怕大魏 还有大梁 都不会放过你们的 这 这个 是 将军您这话就见外了 我们何曾说过不支持燕北呀 您只要开口 不不不 何许将军您哪 只要封四爷一句话 我们就立刻把今年的税金全都给您送过去 明天一早一定给您送到府上 那我们就安心地 在咸阳城内等待燕北大劫了 是啊是啊是啊 是 你们不走了 不走了 不走了 走吧 来 来 喝 喝啊 喝啊 来来来 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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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喝啊 太好了 拿到了账策 就不怕他们瞒报漏报 蒙骗我的 怎么回事 怎么只有一半 被人抢了 那怎么办 不过今天被你这么一下 他们也不敢耍什么花样 他们不用敢不敢了 以后他们也没机会 耍花样了 什么意思 魏家人早就对商贵下过手了 前几日我去接人的时候 又碰见魏家的人 你觉得我们走了之后 朝廷会放过他们吗 更何况账策丢了一半 一旦落到官府手里 那他们就会彻底报了 到时候官府会把他们 所有的财产全部握手 与其到时候后悔 大不如现在就主动离开 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不提醒他们 提醒他们 他们都已经烂成这样了 留着他们有什么用 你这么做 殿下同意了 冯四爷 你也是独霸一方的英雄人 怎么会说出这么天真的话呢 你自幼跟着殿下 又掌管商会这么多年 如果殿下想用正常的处理方式 来面对这件事的话 你自幼跟着殿下 又掌管商会这么多年 如果殿下想用正常的处理方式 如果殿下想用正常的处理方式 就是 direkt抹研发 證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计是什么 设计是在寒冷的冬天 让亲人有一个沐浴的温度 有邦吊顶 顶与强一起思考 有邦设计更好的顶与强 文相公 咱们今天怕事进不了城了 得在外面安营扎寨了 好 你夫人怎么样了 多亏了您的药 好很多了 好使就行 那你好好照顾他吧 这一路上颠簸 看你们也是大户人家 怕是没遭过这份罪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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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水 你们都稳着点儿 里面闻相公的夫人 可还命格呢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前面就是空桑山 估计再有两天 我们就可以到大梁了 这么快 不快了 你这一路昏睡 我们在路上 已经有四天了 他们是些什么人 一个商队 我们跟着的 是商队过来的标局 你中毒以后 我想办法混了进来 这样暂时可以保证 我们的安全 既然是标局 为什么不在对我前面 怎么安排在最后面啊 别人的事 我也不好多管 他们要去见坑 我们正好跟他们一路 你中的毒 极其顽固 只是暂时控制住了 我们还要再想办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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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不如让属下 试着去找找吧 连封眠阿京都找不到 你更是无从下手 殿下 一路上我都在找楚姑娘 沿途也留下了信号 可都没得到姑娘的回应 殿下 您说楚姑娘 会不会返回湮北了 但愿如此吧 殿下 属下收到消息 官府已经发现 伤会几位先生 全家被杀的事情 正在全力调查 全力调查 莫非 他们还能治我的罪不成 别的事情你不要管了 把你手下的人都放出去 务必将阿楚带回来 诺 傅敏 欧阳家的孩子找到没有啊 我找了整个咸阳城 都没有找到 估计跑到城外去了 他还是个孩子 放他一把 你知不知道大魏 为什么会落到 今天这个地步 就是因为当初 他们杀世子满门的时候 没有粘造出根 这件事就你不用管了 小鬼我吧 他们快要再下一次 汤汤月公子也轮到吃烧饼的地步了 怎么样 烧饼好吃吗 还可以 人饿了 什么都会吃 这叫鸡不择食 我小时候不想被饿死 能虫子 鼠 耳虎 野兔子 能吃的我都吃了 只有这样才能活下来 在长安城里面 像你这个年龄的少女 满脑子响的 都是胭脂花粉 如意郎君 在我们宇文府 所有的闭女做梦 都想当上银铃的 你呢 和她们不一样 你现在才发现 我跟她们不一样吗 如果我说 我想分享你的梦 你信吗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跟我说这些 分享我的梦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的梦是什么 我早已不是三年前的我 以前 宇文家族的兴衰荣辱 是我生命的一切 冰冠三年 我看到血腥杀戮 看到命如草剑 我才明白 你所痛恨的不公平 离开长安以前 我已经说服了我的祖父 让他把所有宇文家族的奴婢 全都释放了 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给你取名叫星儿 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的眼睛比星辰还要灿烂 我早就告诉过你 我不叫星儿 我叫楚乔 反正在我心里呢 你就是星儿 我叫楚乔 我叫楚乔 叫啥叫啥 就叫你星儿 我叫楚乔 我叫楚乔 小美眠 小妹妹 来 过来 来 你 你是哪家的孩子啊 今年几岁了 我须领九岁了 我叫星星 谁让你叫这个名字的 你干嘛 这个叔叔太讨厌了 不要理他啊 你看 他黑着脸的样子 是不是很像黑脸门神 比黑脸门神好看一点 你还吃吗 给你吧 你真好 沐儿 这孩子谁啊 是我弟弟 你骗我 我没骗你 我没骗你 这个男孩儿锦断尾骨 而你呢 一身粗布 分明来自两个阶层 你什么意思啊 两个阶层的就不能有姐弟情分了吗 来 好孩子 你告诉姐姐 她到底是谁啊 她叫沐儿 是欧阳老爷家的孩子 她总给我好多好吃的点心 前天晚上 她从狗洞爬进老爷家的院子 她告诉我说 她全家都被杀了 她没地方可去了 所以 所以我就 我就把它藏在我们家的马车后面 你把它藏在马车后面 那你的家人没有发现吗 我爹爹今天发现了 他说 现在好多坏人都在寻找沐儿 留着他 会牵连老爷和我们全家的 所以他赶沐儿走 沐儿是我朋友 我必须帮他 我决定和他一块走 我们就悄悄跑出来 然后 闻到你们吃饭的味道 我们俩就饿了 那你家老爷叫什么 是刘西刘老爷 你们出来多久了 他们做饭的时候我们就跑出来了 星星 现在天已经快黑了 你要是不回去的话 你爹娘该着急了 熊熊 姐姐你把沐儿藏在你们的马车里好吗 熊熊 好 姐姐答应你帮你照顾沐儿 你快回去吧 不然爹娘该急坏了 嗯 留着吧 万一姐姐明天后悔了 不要你了 你再来找我 别饿着 哎 星星 如果有事的话 就来找姐姐 嗯 真是个讲义气的好孩子 我曾经见过 比他更讲义气的傻孩子 什么傻呀 那叫仗义 什么事都大包大难 任何人都该扔 无知而无畏 不是傻是什么 是仗义 那叫仗义 好啊 你这么仗义 你让他有事找你 烟北那么远 他认的路吗 你少没话找话 姐姐 能给我吃吗 给 你手里不是有吗 这个饼得揉着 星星说了 你们不要我了才能吃 别听那个叔叔的 拿着 可以加点肉吗 没有 有鲍鱼狗吗 没有 有血缘狗吗 烤鱼狗也行 都没有 叔叔 你好穷啊 好木啊 你先凑合吃这些 明天叔叔啊 就能给你拿野味了 就有肉吃了 好吧 您知道吗 您必须有没有 您还好吗 您可以做多吗 您不要做了 您是否在高级 您可以做多吗 您行吗 您要做多吗 您可以做多吗 您可毅 您要做多吗 您做多吗 你怎么睡觉啊 想什么呢 爹爹说晚上和娘去有事要办 已经很久不让莫尔跟他们一起睡了 以后莫尔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你们会不会也为了办你们的事 把我撵走啊 莫尔 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 赶快睡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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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睡觉 赶快睡觉吧 我看睡觉啊 我看睡觉了 你最后练习了 你带我去睡觉 我自己在睡觉 我们 Deputy Crying 我可以忘记 window 你和我一着 我打你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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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估认我 我说我打你一着 我打你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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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一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拦杀无辜 我们没有拦杀无辜 都是背叛合约的奸商 是谁支持你们这么做的 你们就两个人 少管闲事 别惹闹了刘夕长老 刘夕 燕北的盟友 你的耳目还真是无孔不入 要不要我陪你去清理一下门户 我们自己的门户自己清理 你少管闲事 看好沐儿 沐儿 你要不要去帮忙 那 宇文苑 让你少管闲事 你怎么还敢来 我是带沐儿过来 看看你怎么经理门户的 宇文苑 公子 已经查清楚了 当日您和星儿所在的标局 的确受不于咸阳府上刘夕 但她却在出发前被人杀害了 而成渊和燕巡 以及贴身侍卫阿京 都在西洋城出现过 您的猜测可能是真的 那儿在大仗中想看刘夕的人 不是别人 就是燕巡世子 放他们走吧 阿楚 你终于安然无恙地站在了我的面前 我却不敢再此时面对你 老天待我 竟是从未仁慈 叔叔 沐儿 姐姐呢 不知道啊 姐姐去哪儿了 公子 有句话我不得不说 我知道您喜欢仙儿姑娘 但是今时不同好日日 她已经做出了选择 您现在是大卫将人 她是沿北叛逆的 您两个这辈子注定不可能 也许 已经走了 我若不救她 她该怎么办 本将军没有抓到燕巡 却一样有天大的运气 能碰到你呀 是吗 那你又能如何呢 难不成 你是想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吗 我无法选择怎么把你们杀死 我无法选择怎么把你们杀死 告退 但至少 我可以选择自己如何去死 啊 二哥 三哥 二哥 二哥 九哥 一世 借中 坠落深渊万丈 几杯风藏 这风雪多嚣张 就算在北间 它也不仰望 我会越错越强 这呼吸湿热 这心跳时光 一点一点 酝酿一生一世的较量 我眼中光滔 点燃着希望 无能够想象 我愿人清醒夜中四号 灯火人世间冰霜 只有命运知道我所想 这路永远又怎样 我要满天心夜在滚烫 消出天边你的光 与我伛生的天窝 并得现在尖守 你又再向上 看消出天边的光 比较大小包